喂 网友的家 欢迎收看许到来 我是老徐 如果你们订阅我频道的话呢 欢迎订阅频道们打开小铃铛 这样节目更新的话呢就不错过 好 谢谢来 聊聊这个大陆清零失败啊 最近的话呢 我看那个有一些媒体啊 新年一始 这个整个呢就开始发难了啊 这个说中国今年最大的这个对全球的危险 就是它的这个清零政策啊 十有八九要失败 失败以后的话呢 全球的供应链会有很大的问题 这个那个那个那个这个 说了一大堆 然后呢 就是中国的清零政策的话呢 本身就是一种中国的这个自私自利的表现啊 当然呢 我相信大家这个经常看油管 时政的一些频道的网友应该也知道啊 某些这个这个头发并不长 对吧 人长得也并不瘦的 有些这个博主啊 也经常说这种话 对吧 中国清零政策失败 那么首先呢 我先说几句吧 这个 大家知道这个奥米克隆的话呢 这几天 对吧 在中国 包括在美国 整个的我看此起彼伏 不停的有着新的病例出来 这个呢 从科学角度说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必然 没什么好说的 因为它现在就已经已经来了嘛 只是说你把它控制在一个这个 不让它在第一时间传的更多人 你把它做一个更好的处理啊 我相信有正常的智商判断的人 应该都会同意我这句话啊 在你的这个疫苗 不是一个这个可以最终解决你这个病的 可以最终做一个这个 永久性的这个免疫的 是这样的性质的一个疫苗的情况下 你当然是需要用中国的这个动态清零的政策啊 越少的去传染给更多的人越好啊 但首先我就我就觉得这个提法很奇怪 对吧 就就叫这个大陆清零失败 大陆清零失败 首先我要问一个问一个这个问题 什么叫失败呢 你先告诉我什么叫失败吧 是一千万感染一千万的人叫失败 感染两千万的叫失败 还是像美国这样 已经马上要七千万人了感染 这叫失败吗 也要死个对吧 五六十七八十将近一百万的人 还有很多没有统计在内的 包括我看到这个今天群里面有人说 那么现在呢已经有些人对吧 在这个Sanfren免费的啊 就是可以领四个试剂盒 也就是让你们自己去检查 不算做这个他的这个statistic里面了 里面了啊 就这个做法的话呢 其实啊 就那些啊 一直嘲笑中国的数据不可信的人呢 其实我想说啊 不是不是我要跟你较真 说你说的是多么的错 但是我想说啊 当你骂着中国这个这个不透明 那个虚假的同时啊 睁开你的那个像眼睛一样的东西啊 你也看看美国的数据啊 不要光说中国 不说美国 你从全世界的范围去看的话 美国编的这个谎言造的谣 远都远远的多于中国吧 基本上你基本上 你在这个Google上搜的出来的中文的媒体 没有一个是正常的在讲中国事情的吧 所以就就是咱们很客观的说不要双标啊 就这种东西的话 我觉得就以后还是少提啊 不然的话呢 只会啊让人觉得你是不要说是立场的问题 这首先是一个智商的问题 对吧 都是这样的 美国的话呢做的更赤裸裸一点 然后呢我想说一说什么叫失败 比如说你说像美国一样对吧 也感染个几千万 死一个将近一百万 那如果说中国是失败的话 那美国这个叫什么 比如说中国感染一千万两千万 这叫失败对吧 那美国叫什么 就算是这样 首先我要说中国的人口可是美国的四五倍啊 那要照美国的这比例的话 中国感染数量一样多 但是问题是中国人口要多四五倍啊 那中国也比美国要强个四五倍吧 首先不可能啊不可能 其次如果你把中国的这个动态清零 然后有一些零星的病例起来这个叫失败的话 那美国现在这个该叫什么 这个就叫做产无人道的一个种种族的一个屠杀了 你不是故意在杀人吗 中国如果现在控制的这样 你还说他说他是失败 那美国这个叫什么呢 而且你说供应链的问题 供应链的问题可不是中国一个国家说了算的 不是有一个国家一直要跟中国打贸易战吗 对吧 单方面的加关税 加完这个加那个加完那个又又再加一个这个别的东西 加完以后的话呢 然后90%加到自己老百姓身上 可笑的是啊 他现在那个叫总统的人呢 想把这个关税停了都不行 因为他说了不算 就是这么一个总统 你怎么能想得到美国有这么一个总统呢 对吧 你觉得特朗普已经是人类的这个历史上的一个能接近的能想象的出来的最下线的一个领导人了吧 但是你发现啊 就是这个对于美国的那控制能力啊 就跟他上楼梯的时候 那个脚上的那个力量一样 咱们上海话说啊 这完全就没有这个力量来控制这个国家跟他的内阁 但是呢 他还要装了一副这个雄无有力的样子 但是我想说对于那些这个老师啊 觉得中国的这个抗议这个做的不好 那个不行的人 其实给我感觉像什么 就像一个小儿麻痹 你自己已经对吧 说句不好听的 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功能 没有那个行动能力 看着别人见不如飞啊 走路的那个速度对吧 比他上个月走的慢了一些 然后他就在那说不行了吧 我早就知道他这功能不行了吧 果然出问题了看到吗 我天天就知道他不行 果然出问题了 就这种人 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叫做精神上的阳尾 就是一群太监 你自己没的功能也见不得别人的幸福 就这种人的话呢 其实在美国并不少 比如说吧 这个上海最近有一些这个零星的病例出来 这两天的话呢 说实话 我也挺关心啊 上海整个的这个病例 处理的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 基本上的话呢 我看到这个整个的控制的非常的 就应该是非常的井然有序吧 我也不要说好与不好 大家自己判断就行了啊 目前的话呢 其实整个的这个情况很有意思 全全国的话呢 看这个中国 看这个上海 说错了啊 全国看上海 觉得上海是中风险 那么上海呢 整个的看着静安区呢 觉得静安区是中风险 静安区呢 看那个事发地点所在的那个余元路呢 觉得余元路是中风险 但余元路上的人呢 只觉得这个288号是中风险 就这样啊 并非我要炫耀 没什么好炫耀的 因为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你这种让老百姓能够安安静静 平平静静 安安全全的那种那种生活 你背后啊 你是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士的这个决策 和大量的这个专业人士 包括志愿者的这个默默无闻 风雨无阻的这个付出 我今天呢在我的这个社区里面推荐了一条节目啊 是那个司马南的这个评价的这个上海抗议的一期节目 基本上呢我觉得他整个的里面讲到的很多东西啊 挺有代表性的啊 能够体现出 至少说体现出北京的这个相当一部分的老百姓啊 对着上海的抗议的一些想法吧 但是呢我想跟大家说啊 你要听这个司马南的这个节目的话 你要把两期合起来一块听啊 一期呢是他这个报的就是那个是谁啊 是叫李光满是谁啊 我忘了啊 就是人民日报上面不是有一篇那个不点名批评啊 对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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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什么那个主任吧 啊就是不点名的批评张文宏的那个那篇文章啊 然后呢这个司马南就跟着一块开跑了啊 大家把那个文章把他那期的节目啊 和他这个就是连夸带损的评价上海的啊 这两期节目一块听 你基本上呢你能够了解 就是身在帝都的这个大量的老百姓啊 其实带着一种这个自己不易察觉出来的一种这个 怎么怎么说呢 就是一种这个一种想法吧 我就不加这个个人这个判断性的这种结论啊 一种想法啊 但是呢他会把有一些结论下到上海身上啊 不管怎么说我是觉得我还是建议啊 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地区 包括说当地的一些领导以及这个做的科学防控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专业的人员 大家就是对于某些地区做的好的东西 不管是深圳 不管是广州 不管是上海 不管是南京宁波 或者哪怕这个上次出了事情的这个扬州对吧 也可以引以为戒啊 其实都可以借鉴跟学习 因为你动态的这个清零防控 你对待这个疫情的这种策略 一直就是随着这个疫情的变化 你就是不断调整的 对吧 你像出了这个深圳 而不是深圳说错了 西安这次事情以后的话大家就知道了 你再大的这个病情 再严重的这种这个传播 首先你要搞清楚一点 你防的是病 你防的不是人哪 人是人病是病 你搞清楚没有 你作为医院首先你就应该救人 而不是要对吧 做做相反的事情 但是我想说啊整个的这个 看着这个美国这个怎么讲呢 他这个这个通过的这个亚裔细分也好 以后在美国的这种这个华人相对来说 将来的这种生活也好 我是觉得啊 咱们说句心里话 这个这个世界上你要知道这个有些东西啊 他其实是这个很难去调和 你看最近这个一周里面 你看这个海湾四五个国家对吧 这个包括伊朗跟沙特 都同时出现在对吧 咱们中国的这个会客厅里面 就这种东西啊你知道只有中国做得到 同时跟迅尼跟什叶派 能够啊跟这个伊斯兰国家 跟这个所谓的回教文明的国家 咱们能够这个跟他关系越走越近 你要知道这种东西在美国人看起来 其实是非常的刺眼的 因为你要知道你从经济来说 这个世界上叫三足鼎立 中国美国欧洲 欧洲是什么欧洲是 非常有性格的这个热血青年 想走一条自己的路 对吧 但是呢 能不能走成咱们不知道啊 但是他肯定是不愿于长期的 沉浮于美国的这个淫威之下 比如说马克龙 他他早就说了嘛 北约就脑死亡了嘛 非常不屑 美国那种对吧 什么事情都要插一手的那种干预 他就早就想走一条自己的路啊 但是问题是你要应该 你像你像那个去年 就是就是被他玩了一把 没有办法 而且你对马克龙来说 现在最大的事情 搞定自己的这个连任 整个国内目前疫情疯了 一天三十万 到底怎么样还不知道呢 反对派肯定会顾忌重演 对吧 打着这个对华的强硬派 马克龙这个这个不行 对中国太软 我们要对中国什么什么什么 尤其会挑战什么一个中国的原则 就这种东西马克龙怎么去解决他 这个咱们说回来 经济角度来说的话 是中美欧 但是你要从文明的角度来说 那就不是了 因为欧洲也是新教文明 对吧 美国的话呢 他也是基督教也是新教文明 这个跟欧洲是差不多的 你从文明来说 东方是儒家文明 整个亚洲很多国家儒家文明 我们讲究修其置评 但是你看中东中亚 他们是伊斯兰 是回教文明 那么现在整个的情况是什么呢 是回教文明 伊斯兰的那些穆斯林 对吧 跟儒家文明是两个 关系越来越好 随着你一带一路啊 越来越深入铺开以后的话 他们两个就就咱们跟这个中东中亚的关系 会越来越密切 整个世界的这个经济的走向 也会逐渐从海权走向路权 你从去年这个苏伊士运河被卡了以后 对吧 那么多的这个航运delay 你就知道了 不能把所有的这个鸡蛋都压到航运的这个路线上 你为什么要中国搬连呢 就是要改变这种局面 就我老婆今天跟我说句话挺有趣 她说这个美国啊 其实就是选错了 她就应该一开始跟中国一块发展一带一路就对了 想法很好 对吧 但是不太可能 为什么 一带一路是通过这个亚洲 最终的走到欧洲去的 走到马赛走到德国汉堡 还有一根线呢是南下到非洲的 他唯一走不到的就是美洲大陆 北美也好南美也好就是走不到的 所以美国人只会和你捣乱 他不会和你一条心的啊 但是问题是他 他现在整个的我觉得不管做什么都没有用了 直到现在还在那胡说八道还觉得能够去压制中国崛起的人 我觉得你一定要去照一照X光了 这个东西我觉得所有人对吧 你早就应该啊 转风向了 你看看那个柳杰克什么的 对吧 最早柳杰克是什么想法不用我说吧 但你看看那个柳杰克对吧 现在整个的出现在有些媒体的一些面目 我一看要怎么变成爱国那那那种立场的呢 人家都知道转了 有些人还还在那傻的巴基的 还还在那叫着这个中国不行 中国崩溃 你真的反应太慢了 你看看现在一个个的对吧 有些替着光头干着导游对吧 在那骂中国骂得起劲的 我跟你说啊 真的到了这个中国超过美国 或者说经济上吧差不多 持平也好 你说这个超过也好 真到了那一刻的话 你看他整个那张嘴啊 会说出什么东西来 你将来就很近的这个将来 你看得到的整个的2月4号对吧 冬奥会一开 你就是普京习近平 对吧 那么敏感的时期 你看那个乌克兰 整整个的跟这个俄罗斯边境 还有那么大的这个十万大军还在那压着呢 到底是打呀 还是打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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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不知道啊 美国跟美国跟俄罗斯不会动手 但是问题是普京会不会拿你这个泽连斯基开刀呢 你觉得呢 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就可以开一起啊 这种东西都是 反正我觉得啊 普京 是一定要出牌的 因为就在你家门口啊 这怎么可能呢 一个 一个这儿一个格鲁基啊 这不就就就在他家门口吗 这不可能的 对吧 你像那个去年的时候什么那个 在德国汉堡 汉堡还是法兰克福架一个这个飞弹 这个飞弹什么意思 21分钟打到Moskow啊 这普京当然就是就是觉得这个很不高兴吗 这个你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啊 那我现在我也要出牌了 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已经说了乌克兰这个边境的这个局势 拜登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第一个笑话 他自己先把先把这个乌克兰给对吧 放到砧板上自己就说了 小弟你自己撑着我肯定就不出兵了 对吧 我精神与你同在 然后你再看看整个那个冬奥会 2月4号 普京习近平坐在一块 你拜登在哪呢 有可能还有一个人 我现在看起来有可能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有可能叫什么托卡耶夫 那就是哈萨克斯坦的这个 反正我们已经发出邀请了 不知道他怎么样 如果说托卡耶夫对吧 也能够出现在这个场合的话 那整个的就是给拜登就刺激更大了 CIA在那折服 那么长的时间 十年啊 好不容易搜集了 对吧 策反了那么多条枪 发了那么多钱 但是问题是 你有一句话叫与时俱进啊 你那套东西不灵了 不知道吗 你还靠颜色革命越来越不灵 不知道吗 因为你的国力差了 你靠那个东西忽悠人家 忽悠人家 美国是这个美国那个 你再说民主谁信啊 有了有了一个叫唐纳德特朗普的人之后 你觉得还有人相信民主两个字吗 最后呢我想说随着这个美国亚裔细分出台啊 真的在美国的一些华人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 不妨好好考虑一下 因为我相信随着这个 他对这个那个教授的名字 我想不起来了 就是很不公平 对吧 把人家就莫名其妙的这个 Google到了他的 他的信息以后啊 很莫名其妙的就把人家给给这个 给这个CIA 就把人家给给给给给据了 据完以后的话呢 法官都觉得他是莫名其妙 竟然是靠着Google translate 最后呢把人家的这个所谓的商业合同 只要你接受过中国的资助啊什么的 就觉得你是有问题 说实话 你在美国奋斗的话 原来我就说了 因为是什么 有一个美国梦 但是问题是值吗 有必要吗 你就为了他这个什么 suburb 甚至有些是rural area 一个大房子 对吧 了不起呢 你再开一个凯燕 了不起呢 你再开一个什么那个 什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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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就这种东西 其实没没没有什么 我觉得太值得留恋的 你要回国的话 其实一样很好待遇啊 就为了那么那么一个这个这个 郊区的大房子 开一个这个名牌的一个SUV 没有这个必要啊 有必要吗 有一句话叫是可杀不可辱 美国人其实现在啊 你要知道他这个国家是靠战争崛起 真的建设他这个国家 不是靠着美国人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全世界的人民 全世界的人民的智慧 他是坐收余温之力啊 因为他靠着那套自由民主平等的东西啊 忽悠来那么多人 给你发了绿卡 给你发了补贴 给你给你这个给你那个 有些人就就被他这个对吧 养成那种倾向于他的 你看那个佛罗里达对吧 长了长了体重不轻 头发剔的很短 就有时自己喜欢抽嘴巴的那一位 那不就是吗 而且他对中国已经完全不了解了 他除了知道对吧 那个960万的平方的那个泱泱大国 在东方的那个叫中国 他对中国有什么东西是懂的 我真说句难听的 他到上海来过几天呢 一个一个对中国根本不懂的人 在那挖挖挖挖挖挖 这不至少不痛快吗 是可杀不可辱 中国有句老话 你与其让人欺负到你头上 你还不如早点回去呢 一样有很好发展 我是觉得那些本身背景非常过硬的人 在美国也混的是这个风生水起的人 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东升西降是一个不可争的一个事实了 真的到了中国超过美国的时候 你再回来就晚了不是吗 要动就得动了 再过几年的话别的不说 你美金都要跌了 以前是为了拿外汇啊 要了那么多的这个外汇 所以说一直把这个汇率压着 为了要出口啊 随着中国经济起来 中国的东西会越来越受欢迎 而且大量的高技术含量的一些产品 会越来越多 人民币一定会升值的 我不不止一次的在我节目里面说过这观点 所以我还是劝啊 这这个 有一些朋友吧 这个不要留恋你在美国的Tesla 不要留恋你在美国的Rescalade Kian 这些东西都是浮云 都是浮云 好吧 那么这期节目反正就是从这个抗议啊 咱们就随便聊聊啊 还是欢迎大家订阅收看我频道 那边在下方告诉您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频道和节目的话呢 可以帮我转发到某些平台和群 好 那么这期就到这 谢谢